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2月3日星期三 我是Joy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夜美国三大股指的表现情况 昨夜美国的三大股指悉数收涨 纳斯达克上涨了1.56%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.58% 而逼空干年股普跌 之前大家都熟知的 GameStop游戏驿站单日下跌了60% 目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了100美元 现在是90美元 上周的股价 即使GameStop一路倒过了480美元 现在已经连续是第5个交易日收跌了 累计下跌了390美元 跌超了80% 而浑水公司的创始人认为 这次看起来像是散户逼空的戏码 更像是对冲基金的自相残杀 假韭菜在前面喊 而真韭菜在后面买 失去了资本的力量 股价依然会快速的回归 炒作只能带来短期的波动 而价值才是市场最终的认可 谷歌公布了季度报告 YouTube和云业务收入超预期 目前排行价格已经上涨了6% 虽然谷歌面临众多的反垄断的诉讼 但是日日依然有24位分析师 给出了强烈买入的评级 相比于两年之后 才会开庭审理的诉讼案件 谷歌近期的季度报告 才是市场的重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被散户追捧的逼空对象 也就是白银 今天白银的价格已经跌超了10% 现在价格是26.55美元每盎司 完全抹去了上个交易日的涨幅 分析师们表示 散户在GameStop上的奇迹 很难在白银上重现 这其中就要涉及到白银的流动性 首先白银的流动性 是GameStop不可相比的 那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去拉动白银的价格 那其次呢 这个所谓的就是大量的机构 去做空白银 这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裸空 而是呢 是大量的机构呢 是对自身所持有的现货 白银做一个对冲 那这样来看呢 与其做被割的韭菜 那不如让我们一起静观其变 等到局势更明朗了 再下手也不迟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盘浅解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点赞评论加转发 谢谢